好了,接着到 part c 了 这一节题目就讲 a, b 的 initial value 改了 而 given 是什么呢? given 就是 execute 了第一次 output b 就是这里了 第一次執行了之后 a 的 value 是 9, b 的 value 是 4 即是说当我们 loop 第一次的时候 刚刚做到这句,做完之后 a 是 9, b 是 4 即是说这个到站就是 a 的 9, b 是 4 现在反过来问 a, b 本来是多少呢? 这个问法是比较难回答的 因为现在好像查案这样的,我们知道结局了 要 backtrace 反过来 我们追踪 a, b 原本是多少 好了,这里我们要放大来看 本身 a 是 9, b 是 4 这句 n 是 n 加 1 跟它没关系 会改 a, b values 的 command 或者 statement 只有这两句 我们逐句 这句 b assigned with a 和 b b 是 4 我们写回 4 在这里 跟着 a 是 9 a 是 9, 所以 a 是 9 b 是 4 是个结局 我又知道 a 是 9 你说这里的 b 究竟是多少呢? 即是 9 加什么等于 4呢? 这个很明显,答案就是 5了 所以在它的 command 里面,这个 b 似 b 不同比 b 大家安装它的 values 是可以不同的 虽然是同一个 variable 好了,跟着再回到上面这句 现在 a 是 9 所以结局 a 是 9 而 b 是多少呢? 这个 b 是绿色的 5 就不是要 update value 其实某程度上,这个是逆向 update 那我就问回,究竟什么 area a 加 b 会等于 9呢? 我看到答案就是 a 等于 4 因为 4 加 5 等于 9 所以 a, b 的 initial value 分别是 4 和 5 所以这个题目其实是难答一点的 为什么呢? 因为这里有些逆向的 backtrace回头 即是调转回来 想回 program的 variables 的 values 那我们的做法只不过是 将我们 dry run 的次序 即是调转来 dry run 逆向 dry run 最重要是写下这里的 variables 的 values 逐个 step backtrace回头 那真的可以找回正确的答案 有点ök有点 一段时间 全部都 Rica下车